就是因为我们上面有引用这个JQuery Mobile它的韩式库 所以呢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JQuery Mobile的韩式库的话 我必须要在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这个钱的符号指的就是什么 JavaScript JQuery Mobile它的物件 那物件里面的话有一个方法 不过后面有省略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它这个方法里面就是说 后面呢就是有个Document.ready 当Document.ready 也就是当这个文件被载入的时候呢 它会执行这个方法 那方法里面做哪些事情 那特别注意哦 里面的话我就是先新增三个地标 分别就是这边打上local storage.setitem 有没有前面讲过 分别是key value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可以自己自己在找其他的都没关系 一个key value 然后呢这个是储存的动作 这个是储存 所以如果说各位要加注解没关系 这别说注解就是两 有没有双引号两个 一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第一个动作呢 我是 这个是储存地标 然后第2个动作的话就是啊 这边你可以打双引号是注解啊 第2个是怎么样 输出 输出 地标到 DIV 那我要怎么样啊 这个是set 对不对 sets三个地标 再来要输出的话特别是要 那输出我必须做一件事 第一个我先宣告一个这个data 那这个data预设值给他空置串 也这里面是空的啊 那再来我要做什么呢 把底下的这 上面这三个地标就是朝进公园 然后到 思求领炮台这三个 通通把他抓回来 抓回来之后呢 底后面要换加一个换行符号 那换行符号在 HTML就是什么 BR斜线 这个是换行符号 换 换行 不是换段 如果你换段的话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这边有个P有没有 你们HTML语法里面有P就换段 那我们只要换行的话 就是加一个BR斜线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把上面写进去的这个地标1 再把它get回来 get回来之后的话 串接什么串接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有地标1 地标2 地标3 那这个三个 就会怎么样呢把三个地标 就是把它